太寒 這個人在我車上 挫賽就算了 竟然還在門口 趕快洗腳趁 客人半路下車 就在路邊沖水洗屁股 車行老闆驚呆了 開車出門試駕 客人竟然在車上失禁 我就跟他要了 一千塊的清潔費 他就覺得我在處處針對他 就開始發瘋 車行老闆要收清潔費 但男子卻開自己的車 倒車先追撞 跳車後揮刀追砍 後來就亮刀 亮刀出來要砍我 我就趕快馬上跑走 車行老闆開車被追 兩公里直到客人 主動放棄開車離開 我第一次遇到有人 挫賽在我車上 還要拿刀砍我 Oh my God 做生意真難啊 這起衝突發生在 嘉義中補箱 老闆載客人試車 客人卻吃勁 半路洗屁股 不滿被收一千元清潔費用 還惱羞成怒揮刀要砍人 我完全不認識他 然後他一開始說要 他一開始說要死車 然後說我就載他 目前已掌握涉嫌人身份 並於近日通知大案說明 檢方根據車牌 已經掌握客人身份 將依據恐嚇罪法辦 但最倒霉的還是車行老闆 在車上試鏡已經夠離譜 還被追砍實在嚇得不輕 記者會跟王書宏嘉義報導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